我大概四五點的時候被送回病房 我大概六點的時候清醒 我就看著那個手機 他們寫了什麼看不到 我只拿了很遠發現 我就啞著上肢錄音感 我說姐我現在真的聽不到 他們描迴耶 我那時候講到老蕭 就是因為他那個時候 有幫我做一個音樂治療 真的是很感人 他不是只有幫助 還有另外的癌 我覺得我非常的受鼓鼓鼓 而且有時候有一些垃圾 就好像被一到很舒服的泉水 把它洗乾淨 把它清空 他那時候還買了個起司蛋糕給我 而且他非常貼心 他知道我不能吃糖的 他是很零糖的起司蛋糕 一人朱興怡2022年 選在3月8號生日當天 透露自己罹患乳癌2到3期 歷經17小時手術時 感動的是除了家人 還有老蕭以及Summer守著他 我大概四五點的時候 會送回病房 我大概六點的時候清醒 就看著那個手機 他們寫了什麼 看不到 我只拿了很遠發現 是Summer起來 然後跟小蕭 我們都有傳訊息給我 我就啞著嗓子錄音卡 然後就看著說 姐我現在真的聽不到 描迴耶 我就說 還好我們就是有熬夜 等你的消息是值得的 他說聽到你這樣 我們就放心 他可以去睡覺的意思 一年多的抗癌歷程 朱興怡歷經六次化療 十二次標靶治療 八月底進行乳頭重建手術 就能畢業了 一路上做完化療 然後去開刀 開完刀修復期也很辛苦 病理報告出來了 只剩原胃癌了 那我就可以不用換藥繼續打 然後再打完十二次 很像中樂透 比中樂透還開心 回診的時候 我就問醫生說 我看到報告是 只剩下零期了 表示我之前選的決定 做的決定就是對的 那樣子 他就說 目前我自己做的決定 都是對的 你知道那句話 給我很大的心機 因為你知道 在人生十字路口 我在開刀前 他問我說 你想要不要換個藥 再打三次 再開刀 還是你要直接開刀 你要局部切除 還是全切 全切的話 就不用放廟 局部切除 就要再照三十次的放廟 你要不要保留入頭銀 還是要捨棄它 每一個選擇 都是人生重大的決定 當時我們很自卑 都光頭啊 都很腫啊 他那時候都一直叫我 翻一群超人 然後我就說 不要看啊 他說拜託 你哪裡我沒看過 你會講到很好笑的話 就會讓我放鬆一點 但是我覺得 女生當然在比較私密處 還是會比較希望 有一些保留 你看 那種光頭 很像那種青草莫里 在洗牙片 那種感覺 我看到這麼辛苦的過程 他也跟我講說 你一定要寫書 讓這些東西 都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其實很多時候 是邊寫別人哭的 但我那時候真的就想 就是說 那如果好的話 他就是一個紀錄 那如果我沒好 就變成一個紀錄 我就說 不要亂講 那你要把撐著給老公 就是你所有的東西 交給他 沒有欸 因為我覺得 我也會贏 我贏了 我就可以鼓勵大家 我就算沒有 我也可以鼓勵我的小孩 我真的這樣想 那小朋友 有就是 因為知道你生命 也跟老公一樣 躲著哭 像我大孩子就會說 媽媽我不用你死 那爸爸就會鼓勵他 鼓勵他們說 我們現在要陪媽媽打一場上 我們要贏 贏過來是吧 所以你們要給他鼓勵 不要讓他們擔心 欸那一陣他們真的好乖喔 他也告訴我說 無論如何他也不會嫌棄我 那其實你知道這種話 我都覺得 不准吧 但我覺得 其實還是話在見證期 很多人走著走著就走散 응 聽口音 說明 聽口音 又用訊息 sharp 開啟 鴛 rätt 車